哎,大家好,我呢,一直搞不凶这个问题 最近呢,我们的老同学都是跟我一样打,75岁 他又给我寄了好多材料 所以今天呢,我接这个机会,我再跟大家研讨一下 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是1920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那叫生日,诞生的日子 过了一年,1921年,开的是一大 就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那他把一大的这个日子就当成他生日了 我就一直不解这事儿 我就随后就跟人家探讨过 我怎么能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呢 而且呢,明明是7月23号 是1921年7月23号,在上海开的一档 哎,他非得说是7月1号,7月23和7月1号差23天 这怎么回事儿呢 我就借这机会呢,我跟大家再探讨一下 还是这句话,传道,授业解惑,传道 当然是传真道,正道,真相 还是我们人民大学的一句校训 就是实事求是 我给大家呢,探讨一下这事儿啊 就是说呢,这个文章的题目叫 99%的人都不知道中共一大背后的事情 这个文章写的是很有启发 也解了我的谜,也解了很多人的谜 说为什么这么一点事儿,他就给你做假呢 虽然共产党做假 这个,这是毫无疑问,这是习惯 但是他,他为什么这一点事儿也做假呢 从前,中共一大只介绍,中共一大只突出一个人,毛泽东 现在好了,介绍一大客观多了 因为毕竟已经过了101年了,客观多了 但还是有些人和事,只有少量的文章介绍 知道的人还是不多 比如中共一大前,传播马克思主义只有新青年吗 新青年当然了,他的主编是陈独秀 只有新青年一家吗 筹备中共一大的人都是谁呀 筹备中共一大的地点在哪呢 谁洗草的中共一大的纲领 为什么提议去嘉兴南湖开会 但如果仅仅是了解这些,不进一步的思考 不过是多知道了一些历史的旧事 这就没什么意义了 说起中共成立前的舆论准备 至今还是多提新青年 仿佛只有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新青年 为中共成立推破助澜 其实上海的民国日报为中共的成立 也喊了很长时间 读中共一大,党史不提民国日报 这个作用是没有道理的 就重要的一张报 民国日报 他就不提 说起中共成立前的这个舆论准备 总是过分的强调新青年 这就是我们叫思维定势 这就是这句话 谎话说三遍就是真理 他说一百多年了 很多人就认为中共的成立 形成一个思维定势 这个定势 用我们的这话来讲 就是时事求是 就是拨乱反正 就得恢复历史的真相 真相就是第一位的 不知道真相 免谈 为什么不提或少提民国日报呢 中共成立前的作用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 所以说共产党跟国民党原来就是一个党 通称为中国的革命党 后来呢两党就分裂了 答案 互相妖魔化 你看 这多有意思啊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曾为中共的成立 摇旗呐喊 为自己的政治掘墓人的诞生 当过催产事 国民党中央机关当时为中共催生 说明了什么呢 这不是需要思考吗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的好 就你得思考为什么这个原来是中国的革命党 他为什么就分了 答 现在一样 中共的一把手 跟二把手 恶斗了多少次 这个49年以后 中共的一把手是毛泽东 二把手就是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高岗高主席 所以当时没有毛主席的画像 就有高岗高主席的画像 那时候毛主席还是一个毛委员 朱德是个朱总司令 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是高岗同志 完了高岗据说是自杀了 后来呢 就是一把手就是毛泽东 当时二把手就变成刘少奇 变成了国家主席 党的副主席刘少奇 还有个总书记叫邓小平 俗称刘邓 文革子说 那时候我已经大了 那时候我已经十九岁了 十八岁 十九岁 那时候就开始把 一开始刘少奇主持中央的常工作 刘邓就是党中央 后来呢 就突然间 1966年的8月5号 突然间就出现一个词 叫打倒走资派 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 道路当权派 就是刘少奇 还有一个 中国还有一个 另一个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就是邓小平 但是邓小平不提这三字 邓小平不用三个字来形容 中国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么一句话 当时我们一听呢 就觉得不合逻辑 最大就一个呀 怎么还有另一个最大呀 你可以说极大 当时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数学就说极大值最大值不一样 什么叫极大值 在这一个领域内 最高的那个我们叫极大值 这个所有的极大值里头那个最高的我们叫最大值 所以最大值指一个 极大值可以有几个 你只要比脸面高 你就是极大值 所以我们数学学都相当的好啊 你想想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基本概念 从一开始打的技术就不错 比如说我冲串 我就开始有物理了 老师就讲嘛 能量是标量 它不是施量 只有 只有大小 没有方向的量 我们叫标量 速度就是一个施量 它又有大小又有方向 能量没有 后来到了前几年 突然间就出了一个词叫正能量 像我们这些上过中学的 学习比较好的人都觉得很奇怪啊 能量是标量啊 它怎么出了个正负呢 后来有人说这是心理学的语言 叫正情绪 把正情绪翻译成正能量 当时我们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心理学 心理学是唯心主义 当时都学这个大林的 苏联的米丘林 说心理学有两个 一个是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的心理学 被批判了 只有一个 米丘林他们 是这个心理学 这么回事 后来呢就发现呢 心理学当时在中国没有课 我是一直上大学 最后一年 四年级的时候 才有了教育心理学 我们才正经八百的 学过一年 所谓心理学 才接触到了心理学 后来呢 教书教了社会学 其中社会学有一门 就叫社会心理学 当时心理学有两个 一个叫实验心理学 它归中国科学院 心理学研究所 后来我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才成立了社会心理研究所 它跟自然科学不是一回事 那是自然科学 那是中国科学院 我们这个呢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所以当时的心理学呢 就分成社会心理 还有就是实验心理 实验心理是科学 它得做实验 它得有数据 它得有对照组 所以说第二把手 当时是刘舍奇 所以说第二把手是刘舍奇 一把手跟二把手都恶斗 这是极权社会的一个普遍的规律 因为二把手呢 什么叫二把手 就是权力仅次于一把手的人 我们叫二把手 所以对一把手威胁最大的 当然就是二把手 而这二把手呢 它挡住三把手 挡住四把手 五把手 所以说一三 就是天然的联盟 谁是他们的敌人 或者叫对手 那当然就是二把手了 因为你想二把手 它威胁老大 它又挡住老三 所以一三 就是天然的联盟 为什么 他们要合起来 把二把手干掉 不能让你二把手时间长 所以说你要知道 所以在一个极权社会里 你当然要不然当老大 要不然你就当老三 比如说毛泽东 他就是老大 他一直干到了27年 干了他死 83在他死 老二就换了多少 第一次换的是高岗 完了就是换的是刘舍奇 都没什么好下场 后来就是林彪 林彪突然间九一三 倒了 坠落在温度尔汉 成了一 就是一翻脸就变成林贼 所以当时有一句话 当时我姥姥就跟我说 老人有一句话 叫成则王侯败贼贼 后来就议论 说什么叫王 王就是成功的贼 什么叫贼 贼就是败的王 所以说呢 当时林彪这事儿 出来以后 我姥姥当时也八九十岁 就说你看 说那时候林彪 那就是副统帅 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二把手就是林彪 叫林副统帅 突然间一天 三天之内 就几天之内 就变成林贼 后来我一想 我姥姥你别看没什么文化 他毕竟活了103岁 他有见识 后来呢 就是你把林彪干掉以后 后来毛泽东很快就死了 老大就是华国锋 当时后来呢 又变成了一个实际的老大 邓小平 邓小平他就干掉 当时的二把手 胡耀邦 当时二把手赵紫阳 他也死了 所以你想极权社会里头的 这个又应该叫规律 就是老大 跟老二斗争 现在一样 现在一分语分语 现在的老大 当然是习近平 老二 当然就是李克强 现在就传出好多的消息 说他们俩呢 就是也有一种 所谓斗争 我是借这个机会呢 分语分语这个历史 要充分的认识过去 深刻的认识过去 我们既可以 弄清现状 我们还可以结识未来 我接着再给他说那啥 这就得 说这个 因为我眼睛也不是太好 我有点花了 所以我让周航再给我念进这个 这里得着重提提少丽子这个人 当时少丽子是民国日报总经理 绝物复刊主编 协助少丽子编辑绝物复刊的 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旺道 少丽子主持的绝物复刊 发表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正论性文章 达950篇左右 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专门的介绍 他自己撰写的主要作品有 提倡社会主义绝不是好奇 布尔什维克有真相 共产与公道 拒兽遗产和共产主义 主义与时代 心与利 马克思的思想 旧中国的对症羊料 社会主义与公期 读苏维埃俄罗斯代表 加拉罕式宣言等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经理 副刊主编写了这么多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 你到底是三民主义者 还是社会主义者 不仅自己写 在《觉悟副刊》上发表过文章的 共产党人有 李大钊 陈都秀 李达 徐秋白 李汉俊 运带英 陈旺道 失存统 沈彦斌 沈泽民 萧楚女 向景宇 包惠僧 刘仁静 张文天 张泰雷 方志敏 蒋光赤 任碧石 罗张龙 陈毅 杨之华等 说到刘仁静 我插一句 这就是所谓口述史的优点 一般的实料里都没有 刘仁静呢 是一大代表 我跟他有什么接触呢 或者交往呢 就是我姐姐 我叫四姐 比我大两岁 他结婚的时候 我的姐夫 我们去他的新房 祝贺 当时呢 我的四姐和我四姐夫的 他们的新房 那个地儿就是刘仁静的故居 就在宽间附近 我给大家讲讲这事 当时的 他的这个新房 就是我们叫房上房 我刚才讲 我以前就说过 我中国的房的产权 大约有四多种 什么大产权 小产权 文科产 等等等等 小集体 还有大集体 还有一般的 还有自住房 还有文革产 等等 我当时我去 我姐姐祝福他的结婚 到他新房去 他那房呢 就是宽间附近的 叫房上房 文向很深刻 很多人不知道 还有这么一种房 就是平房 平房上面的 有四根杆子 这个周围都拿塑料布 给他围上 没有玻璃啊 注意没有窗户 玻璃 没有这个塑料布 他外头有一梯子上去 说这谁的地儿呢 因为当时你注意 中国人结婚的时候 是得分房 但是我结婚的是在 财人物系统 我说这房子 谁的房子 他说这房子 刘仁静 刘仁静是一大的代表 当时是12个还是13个 所以我去过刘仁静的房 而且刘仁静在里住了好长时间 后来就去世了 怎么死呢 很多的人也没说过 我姐夫知道 怎么死呢 他就是 到底下坐宽间嘛 坐供气车 供气车有的时候上车下车很挤 刘仁静那时候也老了 估计也就 我估计也骑老八时了 他在 宽间公共汽车站 等公共汽车的时候 由于比较挤 可能把老头呢 就给挤下枪了 车就进站了 就把他给 出车货 把他撞死 刘仁静就这么死 这个事是确实的 而且是我呢 是听我姐夫和姐姐说的 他们是 因为他们住的房 就是刘仁静的房 刘仁静 呃死了以后 这房子当然是公房 就把这刘仁静的房子 封给了我 姐姐和姐夫 作为新房 我当时应该有照片 我也可以跟我姐姐 那个 问他有没有那照片 所以这将来呢 如果有照片 我给你们放一放 这就是 党的一大代表 著名的一个 党的一个创始人之一 刘仁静 他的一些故事 这就属于口叔叔的一部分 你看 这多有意思 主张三民主义的国民党 中央机关报 竟大肆宣传社会主义 复刊编辑 竟是共产党宣言的议者 可见当时国民党的组织 是多么松散 国民党的组织松散 其实是孙中山的思想松散 尽管有人说他也支持过暗杀 但和列宁残酷的布尔什维克 比起来 他的国民党当时也是太年轻 中共412后 总结经验 说自己当时很幼年 国民党当时不幼年吗 不幼年能让自己的 中央机关报这么做吗 不幼年能让自己的党 进入大批共产党人吗 不幼年 邵立子能是中国最早的 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 亦是中共一大的筹备人之一 为中共的成立 跑前跑后 付出汗马之劳吗 国民党元老邵立子 是名副其实的 中共创始人之一 但中共党史涉及一大的这段历史里 没有邵立子 中共党史呢 谈一大的时候 可以谈张国焘 可以提汉奸周佛海 陈公伯 为什么就不提邵立子 你的创始人陈多秀来上海 就住在人家家里 筹备 一大的时候 是在人家里筹备的 成立那天大会 半开着 在时候闯进来一个陌生人 也是人家提议的 就是邵立子提议的 要挪到嘉兴来开的 就是嘉兴南湖开的 末了 这段历史对人家半字不提 没有道理啊 所以你们要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 就是真相 你想马上就快到 所谓的7月1号了 对于共产党 这么一个大党 成立了101年 对于它的这些历史 一般人都应该有常识 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啊 编这个双根口述史的机会 先给大家 先给大家呢 先讲一讲 1921年7月 建立了全国性的 共产党组织的条件 已经具备了 邵立子与李达 李汉尊和张国焘 等为中共一大的召开 经常通宵达旦的 在邵立子家里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 邵立子参与起草了一大文件 还参与了一大的召开的联络和总务工作 1921年7月23号 晚上八十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党大会 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尊家开幕 注意这句话啊 是1921年7月23号晚上八点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 是在李汉尊家开幕 这些过去说过吗 邵立子李达李汉顿张国焘 不是创始人吗 以团员身份参加的毛泽东 成了创始人 因为毛泽东根本不是党员 最多对他他是个团员 结果他就成创始人了 你一天大谎 这些事如果我们不拨乱反正 不恢复他的真相 你望后 好多问题你解释不了 中共一大 这个后来就到了嘉兴南湖了 新逵那只船是红船 红色的船 他要是这白船又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他的颜色 他都要做文章 其实那个船当时就是一条船 它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 对吧 少李子说 上海到嘉兴坐火车 只需两个小时 我有一少兴同乡好朋友 陈怡是浙江军队的市长 他的部队驻访在杭州嘉兴一带 安全上不会出问题 这才是为什么 怡会嘉兴的原因 原来大伙是觉得怎么回事 怎么跑的 怎么这个汉地开了半点 怎么就跑到船上开去了 中共一大若提少李子是麻烦 一提这个人就涉及到了这么多事 最后人家还是国民党元老 中共一大不仅不提少李子 还有一个人从来也不提 中共一大上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谁起草的 是戴季陶 从前说过这个吗 也不说 说了也很麻烦 戴季陶不是国民党著名的反共右派理论家吗 一大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是他起草的 对这就是历史的事实 到这来我们当然就是四个字 事实求是 北大精神 蔡元培先生曾为五四摇提呐喊 支持陈多秀李大钊 陈多秀入狱时 他挺身相救 他也是鼎力支持蒋介石 412的亲共 这就是历史 说蔡元培支持陈多秀 这个相救的 但是蔡元培北大的校长 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 他也大力的支持 蒋介石412所谓亲共 清理清除共产党 把从国民党 把共产党给清除出去 蒋介石也曾经亲共 但从前 他从前苏联回来后 立即给廖仲凯写信 扑口扑心的劝其 迷途知返 戴基涛不仅是中共一大 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的 洗草人 也是筹备中共一大的 积极参与者 陈独秀对组建共产党 十分急迫 1920年 他对张国焘说 研究马克思主义 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 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共产党 他告诉张国焘 已经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象 和在上海的李汉俊 李达 陈旺道 沈定一 戴季陶 邵立子 施存同等人谈过 他们一致表示赞同 他与邵立子情况相同 也是国民党党员 上海共产党成立 他参与了许多准备工作 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 和邵立子不同的是 戴季陶后来是坚定不移的反共 邵立子则是身在曹营 心在汉 大山曾写过文章 怀疑邵立子到底是什么人 国民党的中宣部长 为什么这么亲共 现在明白了 邵立子是众所周知的 国民党元老 现在又认着国民党的职 但他又信仰共产主义 为此成立会上 专门研究了他的情况 决定邵立子对外的公开身份 还是国民党党员 他可以不经常参加小组活动 中共成立后 邵立子先后编入第三组和第一组 与邓中夏 徐秋白 向景宇 林波渠 张泰雷 一起过组织生活 1922年 他出任国共两党 共同闯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 尽管后来邵立子退出中共 但却是中央研究决定 邵立子退出共产党 是为了党的利益 和党今后工作的需要 邵立子在会上表示 一切以大军为出发 服从组织的决定 今后在党外继续为党效力 就是说邵立子退出中共 是中共的组织上的决定 邵立子表示他不同 其实邵立子和宋庆龄 鲁迅等人一样 是不是共产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都做了什么 他们当年是否亲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后来的态度 鲁迅不说了 没活到后来 活到后来他也不好说了 那么那么多老共产党都是同路人了 这个借把老头都好了 就是借把老头说的就是鲁迅 左连时他反昭阳 1949年后他送毛泽东 你试试 就是说你那时候你反周扬 那时候你49年后 你反毛泽东你试试 要是死得早 这就是躲过这么一场一劫 有人就问过 毛泽东说如果要鲁迅这种人 要活到王大面 是什么下场 当然这是一个社问 因为他没活到王大面 他早就死了 宋庆龄和鲁迅 中共后来真的假的 给予了很高的荣誉 邵立子49年登上天安门 仅仅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以后就没动静 所以说这个呢 我就想了这好正好呢 老同学给我借的这么一种 一种作用 我就先给大家呢 先说一说 今天就先给大家说的事 忠心意思就是真相是第一位的 而我们这些人是 对于这个共产党成立 我也是一赞讲 我没有入过队 我也没有入过团 我更没有入过党 我今年活到75岁 所以我们是以一个 客观的 比较客观的 因为我们有什么利益 比如有人说开出过党级 我从来没入过党 他们倒开出党级 我们是用一个客观的角度 来把这些事情 给这些这个学员或者学生 传一传 所以传道 传道 当然要传的是道义 传的是道德 传的是正道 传的就是真相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